為了讓大家更清楚的知道集穩起直的妙用 我們在這邊為大家做個簡單的介紹 首先當你拿到一個新的格瑞拉的集穩起直之後 你可以發現它的頭部是可以旋轉的 當轉到最左邊的時候它是所謂的伸入的功能 轉到最右邊的時候它就是所謂的伸出的功能 中間則是一般螺絲起直的功能 就跟房間一般的螺絲起直是一樣的 然後它的尾部是有可以鑽開的 也就是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螺絲起直被收納在裡面 介紹完這些功能之後我們就開始為大家介紹 怎麼使用在螺絲釘上面 尤其是當我們想把一些螺絲釘釘在家裡的木頭 或是一些牆上的時候 它是要怎麼樣去運作的 你可以看到當我們先把它調到一般的正常的好了 正常的螺絲起直來說的話 正常的螺絲起直來說的話 你的手腕動作可以看到 你一定要放開螺絲起直 這樣子去進行旋轉 但當你調到GORILLA的酸入的功能 也就是最左邊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 你的手腕其實它移動幅度非常的小 而且是在最有力量的地方 導致你可以進行高速的旋轉 高速旋轉 並且像這麼厚的木板 你都可以輕易的把它拴進去 然後拴出的時候 調到中間就是一般的功能 一般功能的話 你可以看到你的手腕 它是要這樣子去旋轉的 不管怎麼樣 因為你一定要放開你的螺絲起直在握住 這是一般的螺絲起直 但是你 調到最右邊是 GORILLA捐完旗子 神力捐完旗子 刷出的功能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非常的快速 它就可以把它刷出來了 我們可以再為大家示範第二次 他的酸入的功能一開始也是跟一般的騎士一樣 但當他一抓住整個木頭的時候 他手腕一直是在維持最有力的地方 所以他可以很快的摔進去 扭力比電動大很多 所以完全不用擔心摔不進去的問題 而且你不用擔心會用壞 因為他可以承受的高速旋轉的力道是非常好的 你可以看到很快的就可以進行動作 那有些朋友會覺得說他們喜歡比較長一點的螺絲起子 其實房間很多五金行都會有在賣一些像比較長的這種 起子頭他們都是可以進行替換的 你也是可以買這種起子頭 然後進行一些鎖入算錯功能 他的功能不會差很多 一樣是可以進行旋轉的 如果你要酸入的話一樣是有基本功能的 算出 這就是Gerrilla捐起子的使用方式 像是Gerrilla捐碼易的 現在就是Gerrilla捐碼到這個夾子的 從Gerrilla捐碼對